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名队员只有宾激文一名编路队员在盯儿 这样的 但是强线难度通出来 毛利给对球电净 这一下再一次扩展的比分 有队队这么轻松就转到之后完成了传终啊 这个球打进了 打进了三冬腾越今天在主场这个 就给过来之后转向了球门 但塔比萨几乎是没有动位置 助跑 走 这一下 果然是稳稳地坚持打进 这样的话 在船中 门将扑了一下机会 摆脱再往里传 扑了一下 另一侧的队友接到以后呢 在下地直接传给了塔比索布朗以后呢 行踪打进 而辽宁实际上是在防守当中啊 在这个 尤其在盯人旁 在送船中投球 这一下 后仰 外围打了有没有 防守队员的风度 再往里给门前这边 球进了 球进了 刚刚也是提到了 因为 尽管场地 现在看这边 离锁有机会了 多久是我们打算了衡量一下 还有补袖的机会 一扣 再拿 直接打门了 对于自己的脚法 可把切为切啊 塔比索在要 停下来 调整一下 直接打 哎呦 这个球还是相当有威胁的啊 塔比索上来 塔比索布朗外围的一较原射了 邓小飞 一较外围的冷射 战赛 准备踢不上场 不过他们得先守住这一球 塔比索 固定位置上 再敲过来 大门 将球向前直C 远安失忆 进攻有力 外围的打门 37号塔比索布 给到张亮 怎么样这次传球 再做回到中落 有打门的机会 登船 给到右落布朗 调整之后的射门 还是想打一个 打门 一点还是速度抢到 塔比索布朗 船中比较靠近于门将的位置 这次呢 还有点像是要掉门 好 这球送个直线 塔比索布朗 能不能转过身来 给到摩拉登 他们认为这个球有延误比赛的嫌疑 为财队出示了 黄瓜 布朗这个球并没有犯规 11号 哎呦 避免了周车劳顿 这球给到塔比索 乌雷 乌雷今天在上半场 进行的40分钟 还相当活跃 我们看这个球 37号布朗 船远 乌埃利 乌埃利 摆脚杯往前一送 这边塔比索 应该是可以拿到塔比索 坐脚传进来 有没有队友 后点 乌埃利 传中球 外围架炮 远射 这个 非常精彩的进球啊 脚球直接破门 来看这边 哎呦 诺埃利 其实稍微小点给塔比索布朗也好了 还好布朗呢 脚下还比较快 刚刚上场体能比较充足 看看直接给远端 进球攻门还是很有想法 哎呦 这下失误 看看这下犯规 裁判员 还是撤着犯规 同时呢 掏出 进攻呢 还是被丹东成员化解 丹东成员队呢 也是在主场 还没有取得过胜利 很明显的 这一进球 打得着实是非常漂亮 也基本 第一点防守队员 撑到二点 和比纳 能不能给到特别纳呢 能不能给到特别纳呢 白雪打发了一招 从右侧发起进攻 找中路的37号外援 布朗 好反击布朗 看布朗这个球怎么处理 好布朗穿给左路插上 这样的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19年啊 对国主转费市场 对他有一颗 身价上的评定 因为当时确实比较年轻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发力了 去伸脚去拦 空 一锁回船一角 体能也是有一些下降 特别是我们说单中这边是 是吧 是吧 漂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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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